大家好,我是五仔 看了家聰的對不起 有網友說,五仔你快去看看 你猜中了,家聰退出未了 只有一條路 春夏秋冬,春夏夏夏 起承轉合就是這樣 人世間有些人說,五仔你真是鳥事如神 不要說這些 說說他的對不起,有沒有誠意 我們聽聽內心世界,估計他們說什麼 背後想表達什麼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評論 其實在整件對不起的直播留言裡面 是沒有提過一個男人最痛恨的一個point 我不是說 你不分主義者轉個頭和別人結婚 有個網友留言很精靜 我真的要讀他出來 有粗口的,大家看海微辣的影片是有粗口的 那個網友說什麼呢 他說,這件事很簡單 你自稱不分主義者 你轉個頭和別人結婚 我做不出,你做得出,說完 他在整個對不起裡面的題都沒有提過 他就說,我不是一腳踏兩船 我不是跟這個女人一起的時候混合別人 秘寵就輕輕描淡寫 而且,將傷亡減到最低 是一個對外界的回應 必做的 但是這個世界的人讀過書又老 看了這麼久 值了這麼久花生 你說別人 多次說很多人不知道頭不知道路 在那裡大風向亂說 造謠 他說,我又不應該為這些事情埋單 但是別人指控你某些事情 你當然是避開了 不差說 他是需要面對的 事實上他這個行為 是應該做 應份做 不要害到兄弟 對不對 這個當然 你看到現在已經有些廣告商開始割席了 那個 王朝會沒落 人格破產 其實就不靜止李嘉聰這件事 怎麼會靜止李嘉聰 那些哭哭想的 我們還有一段影片說 明早先說 先說你的回應 輕描淡寫避重就輕的 說了幾件事 其實有一點譴責 譴責的人不知頭不知路亂說 但是他又說 其實你們真的不需要了解 是的 這個網絡 什麼都有 我今天說完 有人說說得對 五仔這些都坐到離譜都可以 沒有所謂的 大家說 有不同的想法 對不對 有人見到啤酒 說很棒 大排檔喝酒 有人像我一樣見到酒 這個影響賀爾蒙 不行的 性無能 喝得多 同一件事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這個就是 社會 講樂仔 又是輕描淡寫去帶過 他說小朋友 其實沒有說墮胎 墮胎是一件什麼的事呢 我在中學的時候上了一些性教育的課程 他教我們不要損害這些生命 我記得我自己在 我不怕說我在中國婦女會裡面 讀初中的時候 他們帶給我這個教育 這個也算是 我經常說讀書沒有什麼用的 但是這個讓我們知道 不要那麼輕易 懷孕 懷孕是那個什麼過程 阿貞經歷過什麼 他說 他又是輕描淡寫 阿貞是自己去懷孕的 他沒有他陪他 但是原因就不說了 他說也沒有什麼必要說 好像是做job 曾經有這樣的說法 我告訴你什麼叫懷孕 什麼叫女生自己去懷孕 十級的孤獨 一個人去做手術 這個是十級的孤獨 什麼是懷孕 我們看到性教育的時候 有一支吸盤 生入女人的子宮裡面 然後那個小朋友 我們透過X光 會看到那個小朋友 會張開口 因為他看到一個外物 進入他的身體 不知道什麼 開頭是鉗先的 一個鉗 把最大範圍 嬰兒的頭部夾爆 然後用吸盤 一個吸的工具 把他吸爛 吸所有東西出來 然後手手腳腳 逐個鉗出來 這個是 我以前在初中的時候 老師告訴我們 你是在殺一個生命 而那個是你的親生骨肉 叫我們不要亂禁去懷孕 但是世間一直 有這樣的事情 不要小朋友 很多人覺得 其實跟避孕沒有什麼分別 其實你們一開始是對的 我不知道你是肯定還是肯定 你說 我們有商量過 是可以生的 一起養大他 後來談過 也不是太適合 然後 發哥說自己不想要 在這段時間 我說我不想要小朋友 其實我不想要小朋友 然後他是 答應 然後去做手術 但是我想說 那些人 灌名他落仔法 這個公道地說 我剛才所說 殺自己的親生骨肉 男女雙方都有份 不是一個人的責任 當然 他有做過這些事情 他談過 我真的殺生五仔威 你說得很殘忍 男女雙方都有責任 但是女方承受的痛處 比男方多太多 一在身體裡做一些事情 你說 他的賀爾蒙會有影響 是吧 影響到他有抑鬱 各樣 是吧 這是對的 但是男方又如何 沒有的 男人就是這樣 你在一個女人的身體播種 在另一個女人的身體播種 其實是沒事的 但是你試試 那個女人 瞞著她老公外面 跟別人搞大肚子 拖著十個月 那樣是不同的 真的不同 所以那個痛是不能相比 但是你說責任上兩個都有 你兩個有沒有談過呢 他說有證據 但是這個時候 不應該拿出來 不過這些是你們兩個人的事 我剛才說的事情 告訴你 不要亂搞大人的肚子 搞大了肚子 想到最後都不要 謀殺自己的親生骨肉 他說了很多事情 他一退出了微辣 他不想有些人帶風向 說他逼禁禁落仔 他說沒有這些事 是溝通過的 這些事情又不能逼 真的不能逼 有些小朋友 好像不依你 他自己要生他出來 有一半是你的基因 有一半是我的 這個沒得說 是很多單親媽媽的 你不要我生 有一半是你 有一半是我的 有些女人說一半是一半 其實不止一半 腐精無血 十月懷胎 母親是很偉大的 但這真的是雙方的責任 我講到你說 是不是一腳踏兩船 他所講的大風向 其實就是幾件事 一就是逼人落仔 二就是和兒子 在省之前已經建議撕遷 那些事情 他帶出一個時間線 2021年分手一月分手 十月和兒子在一起 他有九個月的時間 他說長還是短 你自己定奪 不要跟我們說這些 不能跟我們說 不能跟我們說 長還是短 是阿貞覺得的 他覺得長是長 短是短 不能跟我們說 我第三者看這件事 還有長還是短 和你後面 不是時間的問題 是你那個 分手之後 一個不分主義者 在一個公眾的平台 Yes I do 拿槍指著人家 人家臨死的時候 那張圍照拿著同款的槍 走過去 提也不能提 避重就輕 是的 一定避重就輕 一定是這樣的 我就是那些不關我的事 我又不知道頭不知道路 但是 是的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大家沒有緣分 是朋友可能說少兩句 就是不是朋友 叫做一面之交 是不是 沒有辦法 那 他說 這件事 影響到很多同事 這件事 你說是不是你一個人的責任 我又覺得不止 除了 阿貞是沒有了一個愛情之外 也沒有了一個事業 啊 你真是為何兩件事在一起 分手 不能繼續在這裡 做事 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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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是很奇怪的 這個 如果 如果這件事發生在一個消防局 或者發生在警局 那兩個人 分手 那是不是要解僱了個什麼 你明白我在說什麼 是的 誰是朋友和誰是朋友 你說不要影響到其他人 你說不關其他人的事 怎麼會不關其他人的事 你說阿貞這個世界只有愛情嗎 那些什麼搶工作 搞到沒了一份工作 那些什麼 那些 你是想一個人攬身 把事情做得最輕 明白的 也不想傷害到現在身邊的人 可能是姨仔 我看新聞 有一個新聞報道就是這樣寫的 兒子回應 我和阿禎的同事不是姐妹 不是朋友 只是同公司的同事 這個 你這樣看也不知道別人怎麼看 我有個女孩很有趣 在Facebook認識 她說我們認識的 是朋友 我不是這樣看的 只是Facebook是朋友 她說我和她是朋友 你說她和她不是朋友 我見過某些人幾次 朋友我經常說君子之交淡如水 我不知道你們看得多重 其實每個人看的看法都不同 但是越沒有責任 就越沒有事 但是不會責任的 只是想把傷亡減至最低 但是你問我這九個月 長還是短 阿禎覺得 阿禎覺得長是長短是短 這不關我事 不過兒子 無無辜 九個月 她和那個人分手九個月 如果 聽她片面之詞 九個月 已經分手了 她單身了 加聰經常找女兒 找到她 也覺得不太 因為她已經分手了 只是分手了 已經分手了九個月 她也不是太錯 兒子這方面 你問我就 因為她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們當中有多少仇恨 是,這個女人之前跟你這樣,但還是之後才爆出來的 還是怎樣呢? 總之那個女人覺得沒事,那就跟了她 不過當然現在地圖炮了,每個人都打,沒有一個是無辜的 你問我就覺得,我不知道阿貞怎麼看 有些人說她倆是姐妹來的 今世不是,前世都還沒頂,撈亂骨頭 你們不覺得阿貞跟阿姨的樣子很像樣嗎? 阿姨仔的樣子很像樣嗎?是那些款式來的 你問我,家聰是不是很風流 有些人說她風流下流,賤格什麼什麼 她有些古惑,我看她的回應有些古惑的 不過這是人之常情,鼻重就輕是人之常情 她有責任她出來承擔,是的 這個男人如果你說這個女朋友的款式和那個女朋友的款式是差不多的 其實她 她選性格而已 你問我 我不知道頭不知道腦,我只是猜的 但有些人經常說,伍仔你猜得對 阿貞就是女強人 她是要做事的,她幫你控制一些東西的 兒子是小女人 那個男人其實不是選款的 阿貞更辣,你看她這麼性感性感性感 兒子是乖乖女的那種,比較暗春 她想要一個女人,家聰就是不要吃著自己 你說她是不是很風流 不是很風流 我本人的風流史一定比她更多 她大件事,因為她不英俊 她沒有什麼魅力 見到女人 說這個對 我說好 我們這些見到女人 我服務完都可以不要 我比她更風流 不過我不會搞大人的肚子 我又不會在那裡吃在那裡吃 我不會溝通公司同事 這樣遠遠 也不會在公司裡面發生這些辦公室戀情 做人有點底線 說就容易了 有個三上油 坐在旁邊就很難 不過她 因為她 從小到大可能都不是太多這些情史 搞到這麼嚴重 但你問我 我覺得這些事情 她就 大家都有責任 當然我不是會鼓勵別人走上絕路 這個一定是有責任的 你沒理由 當然她的經歷很慘 她的經歷很慘 她的世界很慘 什麼都沒有了 很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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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家聰想回應一些事情 但也說得很慢 資料也差不多了 但我看到一句是極度離譜的 有句什麼 阿姨的留言 不是阿貞的遺言 遺言寫什麼 她說想被人摸一摸 然後被人推開 說她什麼 你有病就吃藥 看看 讓我讀一次 等等 這樣 她只是冷冷丟下一句 你很恐怖 有病就吃藥 不要像瘋子一樣 然後就丟下我一個人走了 這句呢 我不知道真的還是留 這個是她的遺言 當然 抑鬱症的病人 在那個世界 這句你有沒有回應過 有沒有發生過這件事 沒有 我只能夠在這個遺言上評論 我只能夠在這個遺言上評論 只是估計 只是估計 估計是前度 這個不會是六毫子 不是黑社會大哥 這次說 不是黑社會大哥 說說前度 如果阿貞的遺言 說一句 有人跟她說 你很恐怖 有病就吃藥 不要像瘋子一樣 然後就 拋下我一個人走了 這句說話是相當痛的 我也試過情傷 我試過找一些前度回來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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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補我裂痕 幸好我認識的那些前度 就是一些好人 她教我一句 我經常跟網友說 我記得那位姐姐跟我說 她說 人生好像一本書 她有很多頁 她說 你現在二十多歲 撇到第二頁 你還有第三、第四、第五、第六頁 她真的跟我說 好像說一說一說一說 通了我 如果她 如果那位姐姐跟我說 她說 你有病就去吃藥 你不要像瘋子一樣 我想我真的 可能我真的 早上去跳樓也未定 人是不是 你遇到一個好人 和一個 喂 你們相愛過 你怎可以說一句 這樣的話 其實你看到 也是很自私 你 你怎樣可以 之前跟她說不分主義 然後轉頭 公開 我們結婚 YES I DO 你看那個死者 臨走前拿著那支槍 跟你拿著那支槍 是一樣的 你 只能夠說 阿貞 就是 她人生最錯就是認識了你 金家產 可以這樣說 是不是 就是這樣 有什麼辦法 那你的樣子 是沒有什麼傷害性的 但是做出來的事 是極度破壞性 對一個女人 嘩 你還想怎樣 大哥 一個人 愛情沒有了 被你搞大了 自己落兒子 十級孤獨 分手 連份工都沒有了 連份工都沒有了 為什麼分手一定要沒有一份工 我剛才告訴你 是不是警察 或者是消防員 就要被人解僱了 不是的 但是 不是你的能力 是不是 我再說 阿貞以前是一個經理人 在雲吞年代已經在 我看到雲吞又寫R.Y.P. 那時候 薇辣沒有上得這麼高的位置的時候 你溝通了她 她是你女兒 有兩年 你猜那兩年 你說那個經理人 會不會疼愛她 給她很多工作 其實那時候 你身邊 武功都有勞 有沒有少少恩情 有沒有感情 你說 冷冷地 扔下一句說 有病你吃藥 不要太黏了 不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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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人 是不是 再加上後來的 就是叫做網絡的 一些哭哭的相片 就是叫做一些 網絡的言論 就是加速了這件事 發生到這樣 一個悲劇 有些事情 我解釋得很清楚 逐筆逐筆拆 就是 你不要一次過全部 嚇逼了 落仔飯 但是你看回整件事 都是錯 都是錯 沒有人對的 這件事 沒有人對 是的 那就 這個是我分析 是的 就是這樣 講完 大家自己定段 拜拜